透过佛法经账演绎 学生体会到宗教真正意涵 其实经典是一个非常值得去深入理解 能让很多人在心情找不到出口的时候 能有一个慰藉 有一种你好像突破什么东西 就是你突破另外一个境界 然后你也尝试了一些新的东西 不一样的东西 慈继静思经社法师 也特地南下发送不会红包 他的封面就是一个德 竹子嘛 定 让孩子们知道 就是人家有德 品德 然后竹子是中空的 所以他是要懂得权虚 权卑 施工向人的心对于小朋友 不管是哪一个众生他都是一样的 其实莫忘那一年 去回顾之前他这一年做了什么事情 那其实就是在让他去记起他自己做的善行 让他的善念继续增长广大 岁末祝福最后 全体师生双手和时发下好愿 祈愿天下无灾无难 社会相和平安 大安新闻追上美志工 台南综合报导